台中清水一間高中門口 女學生下了公車要過馬路 卻意外殘遭另外一輛公車 撞擊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當時一群學生 從對象過班馬線前往學校 公車在下坡路段疑似 煞車不及失靈 突然傳紅燈爆衝撞擊 其中一名十六歲女學生 送醫不治 死亡成果發生在三十號早上七點多 正值上學時間 一名十六歲張姓女高中生 好端端奏在班馬線上 近一萬遇死街 被公車前後輪碾壓 警方初步研判 正值青春年華酒漿離世 外界悲痛 江西造勢原因 警方還要釐清 記者楊靜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 據視職員 озд輸導ご視職員 政治增 gimps